在1209年他想問華潤萬象生活 他就是物館 但商業物業 商業 商場比較多 他說現價可不可以進入呢?目標價看多少呢? 這個是Kid來的 這個其實我未必會選擇現在去選擇這個版塊 不過這間都算是這個版塊裏面 我覺得都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其實你如果走一圈深圳都見到它在內地其實商場發展得很好 基本上都已經算是一線的商場 譬如以深圳市來講 一些的一線的奢侈品品牌其實不是那麼多分店 可能整個深圳市唯一一間可能都在萬象城裏面 這邊是一個商場定位和吸引人流方面有比較強大的作用 但是現在這個版塊我暫時不是很建議入住 你看到它走勢偏弱的 那物館這個版塊我覺得是挺一浪浪的資金炒作的 所以現在你看到在這個不當炒的時候 其實很多上面埋怨的人已經坐穩貨了 當然你選擇上來選擇這隻 怎麼都比選擇一些二、三線那些 你選擇二、三線那些 其實你如果炒作 炒作完之後它們會落得更厲害 炒上來的升幅也會比較少 那些是比較高風險的 你如果想撐這隻 我覺得你可以先等一會 還有這一期 大家也會問著 物館也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消息 為什麼會跌成這樣呢 其實升上去的時候 都未必是很大的消息 只不過就是比較多大行唱好 大家一起炒一轉 還有如果說利淡消息上 這一期物館很多的母企 都是內房 內房那邊的危機比較嚴重 現在 尤其是恆大那邊 引起了那個債務危機之後 其實很多間都面臨著一個危機 因為整個板塊都重債的 如果恆大出事 其實之後其他內房都很難再借到錢 好,先不要 好,先不要 好,先進去 真正 不然,先進去 以 不然 不然 我 不然 不是 真的 點